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我是Helen 大家好,这是一款带了高帽子的陶土塔吉锅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高帽的锅盖,非常有特点 砂锅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还有原有的营养不流失 很多朋友喜欢听声音来选砂锅,来给大家听一下 那这款塔吉锅的这种设计比一般的砂锅就更加的省油,省水,省气和省时间 这是它底部的锅底 而明亨瑞的这款塔吉锅是在法国用这个博肯蒂粘土制成的 那它同样就是需要低温慢火的这种精致的烹饪方法 那与一般的砂锅相比呢,它采用的是flame这种陶瓷 也就是火焰喷涂陶瓷 所以它可以抵抗温度的变化 抗褪色 耐磨还可以用在呢像燃气啊电啊等的炉子上 烤箱的安全温度呢可以高达550华氏度 那这是一款2.6夸托的塔吉锅 与普通的砂锅相比呢,它的用途更加的广泛 那既然它是一款砂锅,让它更加的好用 使用的寿命呢也更长,就需要呢正确的开锅 今天呢就为大家展示一下这款塔吉锅的开锅的方法 在买来第一次使用之前呢要先把整个锅里里外外呢都洗干净 洗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洗碗剂 然后呢再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要使用柔软的洗碗布来进行清洁 然后呢我们再将洗干净的锅里里外外都擦干水分 然后呢我们把锅放在炉子上 在锅的底部呢添加大约1英寸的牛奶 这个牛奶一定要覆盖全部的底部 让牛奶呢煮上五分钟左右 也就是用小火慢慢的把牛奶煮开 烧开以后呢我们关火 让锅呢慢慢的凉下来 等到锅里的牛奶变凉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下彻底的切削 锅盖呢同样也用清水冲洗干净 锅盖呢同样也用清水冲洗干净 或者是用一块软布呢把它彻底的里里外外的将水分擦干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的这款塔吉锅就已经开锅完毕了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烹饪你喜欢的美食了 那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每期的分享了 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吧